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到其与教士系列赛在墨西哥开打,到其23岁菜鸟毕尔勒,Worker Breiller,在细语中主投6局无失分,与三位牛鹏携手完成对视第23场无安打比赛,打线二红助阵以4比0满风教士拔的系列赛投筹,毕尔勒或打联盟生涯第二胜,到其头号新秀旧投毕尔勒今天迎接生涯底下, 三场大联盟先发,投完六局没有被击出任何安打,用球数来到93球退场休息,全场送出八次三阵另有三保送,仅在三局下连投两次保送让场边喊出暂停,毕尔勒随后制造双杀化解危机,七局下到其换上新格拉尼,Tony Sincroni,登板接替,一出局后连投二保送, 但接住投出三阵,再让打者击成滚地球形成三出局,贾西亚,Yamie Joshua,于李百瑞托,Adam Liberatore,随后接手各投一局都让教室三上三下, 四名投手和李完成大联盟史上第十二场无安打比赛,到其对时累计二十三场无安打比赛为大联盟最多,到其四投携手投出大联盟史上第十二场接力无安打比赛, 美联社比尔勒大联盟生涯前三场先发货二胜零败,十六局投球送出十九次三阵仅十两分,累计防御率1.13, 今天对教室投出生涯首场优质先发货二连胜,比尔勒赛后直呼能在这样的舞台与分为投球真是棒透了, 墨西哥球迷的加油声让他印象深刻,对于牛棚表现更是赞不绝口,难以形容我们的牛棚有多棒, 我就是了解他们,相信他们会做好工作守住胜利到其此一排出近乎全右打阵容, 仅其棒外野手维杜哥,Alex Verdugo,是左打,他曾代表墨西哥队出征经典赛, 到其首局就敲安心持得点,二局下泰勒,Christy Law, 与贺南德兹,Enric Hernandez,被靠北开轰, 六局上维杜哥敲安送回到其第四分,投手毕尔勒敲出大联盟生涯守安, 但球打到炮者维杜哥形成三出局,毕尔勒生涯首次优质先发,守安同场出炉。 法新社 法新社 法新社